这一刻游戏圈提前过年 就在离2023年仅剩三天的时间 国家新闻出版署发放了今年最后一份游戏过审名单 这高达128款游戏如此豪狠的力度中 有34%是进口游戏 要知道从去年6月份到现在 进口游戏沉寂了整整一年多 而这44款进口游戏中 从童年回忆出生小当家 再到神经大条的双点医院 韩国mmo最后的门面 Lost Ark失落的方舟 硬核穿越爱好者的福音 旋转轮胎凝硬狂奔 拳头设计游戏瓦罗兰特都在名单中 而次元游戏阵容依然强大 其中不乏古王二之国 MOBA宝可奔与海贼王梦想指针 这种强IP属性游戏 冒险岛手游也终于拿到了版号 我的徽章在动 附近一定有大牌的人不再是一句空话 巫师昆特牌会是卢师玩家一个 很好的归宿 而卡派入格巅峰之作 杀戮尖塔的移动版 尖塔骑兵 同样强势 如此豪汗的过程名单 在2022年年末发布 这给23年开了个好头 我相信明年会越来越好 那不见你 不见你 我相信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